嗨 大家好 我是Steph 我是Sara 我是Celine 我們Spice其實已經拍了蠻多間宜蘭民宿吧 大概有20間吧 這次我帶他們來的民宿是今天才開幕的 大家可能會以為我們現在在什麼特別的秘密景點裡面 什麼水漾森林 對 我們現在在民宿裡面 這間叫做自然人 我們明天我們住的那間叫紫村小市 它也是極簡風格的 這是我們兩間民宿都是極簡風 那我們就來一個極簡旅行 所以我們正式帶了這樣子的行李 我們的極簡是不是大家認知有一點 有點不一樣 它的極簡有點慫 怎麼會這樣 這次我其實試了另外一個挑戰 我這次帶了Samsung Galaxy A425G的手機 想要請你們幫我拍照 這是什麼試肥氣話 這什麼挑戰啊 對啊 如果你們拍得好的話呢 我選出一位可以跟我吃壽司 那我們去拍報之前呢 就是大家記得要訂閱開鈴鐺 然後如果要找獨特住宿的話 到SpiceTravel OV Let's Go 就是坐在自然而然還有一個蠻溫馨的小客廳 就是坐在自然而然還有一個蠻溫馨的小客廳 面前就是一片落雨松 它其實應該是會有那種綠色黃色 你四季來自不同的樣子 其實不只外面裡面也超級漂亮 它的日式是那種就是它所有的牆壁 都是用清水膜的方式 然後很多木質的東西 就是讓人覺得很安定 在採光上面有做很多不一樣的設計 就一進來你就會發現有很多很大面的落地上 清水膜建築會有給人那種冷冰冰的感覺 可是因為這邊用了很多木質跟光線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溫暖的清水膜建築 對 我們剛剛已經介紹完了大廳了 是不是可以去拍照了 剛好我們來實測一下 就是它有三個獨達功能 但是你們知道就它兩個 用實測的名義要求我們幫它拍照 對 絕對不是它想要美照 它是為了實測 真的 看一下一樓的房間 好棒耶 好決定了 我還在這裡 沒關係它在那邊 等一下 我們偷床 我們先 前方 就是我們的 落零搜 其實我覺得它有點 拿去的衰小 我不這樣去捐的感覺 它外面有一個這樣子的陽台 只是可惜現在天氣有點不好 讓我Sara示範一下 走下去 美美的找自己 請上畫廟 從左看 很會找很會找很會找 這樣找自己是不分季節跟不分天氣的 我沒有那麼傻 我要先看完樓上的房間 我再來決定 美美的Stephanie 妳剛剛說妳要在這邊嗎 就在這邊 我也要想一下 我也要這樣 這邊的光真的很好耶 樓梯很漂亮耶 超級可以拍照 我跟你說 我覺得這邊的樓梯 比下面那個還要好太多了 下面那個就送給你 我先搶到這個地方了 它上面還有一個天井 所以它的光會很讚 聽說天氣好的時候 光會這樣灑下來 現在這個地方就是用光腳 可以拍出它的長腿 跟整個延伸性的空間 這一次Sara大勝 還蠻好看的 就是會有這種 後面這種延伸的感覺 可以Stephanie看一下 這是有用廣角 沒有用廣角的 還不錯吧 我覺得 我們這邊主要強調的不是長腿 是那個緊 緊的深度 我們不要那麼膚淺 啊 我們要來看一下 Stephanie住不到的房間 她剛剛出她的睡樓下 對大家都可以見證 她剛剛說她要睡樓下 沒關係 我要在下面冥一下 好 妳有沒有做 是不是 房間真的很大 欸它還有浴缸欸 好棒喔 那個我可以借你們浴缸泡嗎 不行 哇 要不然妳睡這邊 那我睡這邊 我不要 小妹妹怎麼可以這樣子 喜歡她的羊排 這間房間採光超爆好 但是我覺得以Viu來說 我樓下那間好像比較好 對啦 因為樓下那間是直接看過女生 但這邊是空間很大 我們 好 等一下 我們不是要拍照嗎 蛤 拍完啦 有拍完嗎 差不多了吧 不是啊 我們都幫妳拍一張 還想怎麼樣 沒有 一個人要兩張 好 不要操我 這是妳的其中一張照片嗎 但可以靠這麼近嗎 對 它的微距功能蠻強大的 它只要靠到3到5公分 你才能夠很清楚地拍到 她們指甲上面的細節 你們在幹嘛 現在用她的景深即時預覽模式拍照 雖然下雨天景深打開 畫面就會突然變得就是那種霧某某很有質感 欸 真的有意思 是不是 是不是 是認真有意思 這個是沒有開的 這個是有開的 刷很多 有相機的感覺 我覺得我的瘦是會不會不保 我覺得現在我們直接進入評分的時間 我剛剛選的是廣角跟景深 這張照片我選擇使用開啟景深的功能 會讓拍的照片顯得更加專業 因為背景的模糊程度 在可以調整鼻翼的情況下 看起來會更自然 而且也可以提升照片的專業度跟質感 看起來就會很像用相機拍出來的效果 我會選的是廣角跟微距 其實在這個樓梯間我會使用廣角 是因為把人物當作主體的關係 利用Samsung Galaxy A425G的123度超廣角 不只能夠拉長長腿的比例 像這種對稱的畫面也會更加的明顯 為了拍出不同的視角我使用的微距功能 因為如果需要近距離拍照 只是使用一般的拍照功能可能會看不清楚 因為一般的手機其實很難對焦到這麼近的物體 這支手機有超規格的4加1鏡頭 利用40mm的微距鏡頭可以清楚地呈現 並且拍攝主體 拍攝睫毛或是雨滴的細節都會超級清楚 我覺得我把你拍得很有氣質 我覺得Step是喜歡有氣勢的照片 就是這個是又有氣勢又有氣質 我覺得可能還是這一張 沒有 但我覺得是因為整體的感覺就是很對稱的 這邊的話就是雖然說它有延伸性 但是我覺得我的表現管理不太好 所以可能咔嚓那瞬間就是我沒有管理好表情 這就是攝影師的問題了 這關他獲勝 這關Sara獲勝 這張真的很不錯欸 可是拿指甲跟圓相片 好像不太能比欸 而且它這個邊界其實做得還不錯 欸真的耶 這個當然就是 謹慎喔 不是 我知不知道 拍指甲的用意是什麼 好啦我覺得這個蠻應景的 就是很有聖誕節的feel 對啦我的美甲是應該會很開心 所以我跟你說 你知道代表著什麼嗎 我們兩個都可以去吃手 欸沒有欸平手的話平手了 沒問題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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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手就是他帶我們兩個去吃手 謝謝STEP 謝謝STEP 耶 我們結束囉 結束囉 下班 我已經在吃正人的早餐了 然後大家看起來我們盤子很完整 其實這裡第二盤了 這裡早餐真的很好吃欸 很好吃 它是提供粥跟小菜 可是它不是提供什麼醬瓜這些東西 對 就是它每一道都是料理 嗯 我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就是在期望今天早上如果天氣放晴的話 就可以拿到外面的白色小桌子 然後看著湖景跟那種枯樹吃飯 我覺得自然而然民宿它給人的感覺就是那種很沉溫 然後你自然覺得很像一個解壓艙 對 對 開始漂浮 對 聽不到那個電影空間的感覺 對 嗯 那如果是想要跟我們一樣一起耍廢的蠟粉呢 其實現在自然而然民宿 我們有爭取到一個獨家優惠 就是在這兩週會有八八折 那這其實是現在世界上最便宜的優惠 我們現在App的改版了 可以直接在地圖上面搜尋我們住宿 我們也整合了所有住宿的優惠 那像是我們推薦比較熱門的住宿的話 我們也可以直接搜尋到空房 那其實原本App的功能都還在 只是我們現在本面當然變得越來越好使用 嗯 那蠟粉呢還沒更新的話趕快去更新 還沒嫁人來就趕快去下載吧 那也要謝謝Samsung戰爭的影片 然後他就是借我們使用他們的 Samsung Galaxy Acer 5G的手機 他說他是5G手機嘛 所以他其實除了有提供台灣全屏章的5G網路之外 他其實手機的攝影功能其實蠻強大的 像我們這次都拍得很好看的照片 而且這種是他的價格真的很好入手 我覺得應該算是目前三星最超值的5G手機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這邊確定要有朋友的民宿欸 這邊確定要有朋友的民宿欸 這邊就是一個沒有人的地方 有有有有 我們今天要做的民宿叫植村小市 然後它是今年才開幕的 很漂亮的 相信我相信我 大家是說它是一個包動民宿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今天三個人包動喔 Yup 好爽喔 我覺得以十幾個人包動來說 這個空間好像算是滿足夠的 後面一區客廳、餐廳 然後都可以裝得像十幾個人的感覺 來檢查一下大家的極簡型 到底有多簡 到底有多簡 誰戴衣架啊 我的 等一下 為什麼你包包那麼重 真的很重 怎麼可以啊 這個人極簡 然後戴了一個衣架 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來我們看Selene的 我真的超簡 好不好 這是什麼 這是內褲嗎 沒有髮帶 這是我的髮帶 不是 你看我 誰會戴這種多髮帶 我戴了四條 不是不是不是 我跟你解釋一下 因為我每次出門的時候 我都會沒辦法決定 我要戴哪一個髮帶 所以我就先抓五條 然後全部丟進去 真的覺得最不合理的就是你 對 她還敢說咧 最後一台2021的年齡 對 2021還沒到 我來看看Selene 我的眼還好吧 你就最好不要給我翻出 什麼奇怪的東西 不會啊 電棒捲很合理吧 你頭髮是直的 為什麼要捲 它就是要造型啊 不是啊 大家應該看得出來差別吧 這是女人 太誇張了吧 沒有 沒有 其實我的飾品也帶了很多 對 這樣子是佔多大 比一架不佔空間吧 不過你們也是那種出門 會帶二十個飾品的人 對 留言支持我 它是一間粉紅色的四人房 有一個人會超愛的 那就是Shelley 我們來看下一間 欸 太快了 誰是這裡直接選房間的啊 我很喜歡這個粉色跟它的藍色 就是它是莫蘭迪的顏色 它雖然是亮色系 它可以是很亮的 但是莫蘭迪的話 它會比較溫和一點的感覺 嗯 等一下 這是強勢嗎 算是吧 屁啊 為什麼結果我一個人不知道 這樓有 一個雙人房 一個四人房 對 然後三樓都是四人房 我會 你在幹嘛 你在那邊吃了還多久了 一切下來而已啊 一切下來而已 OK 這個位置真的超棒 上面的空間剛好 都很大面的落地床 一個非常棒的自然採光 為什麼會一直自拍 就是因為 這支手機呢 還有一個 內建的美顏功能 就是它原始的相機喔 然後你還可以去調整一下 就是 你的下巴的輪廓啊 把眼睛挑大啊 我又可以開啟就是 多人的自拍模式 這是原版的 對 那我可以廣角一點 Samsung Galaxy A425G的前鏡頭 也能調整為廣角模式 就算是跟其他人一起自拍 會想要拍到更廣的周遭環境 也不用擔心畫面曬不下 你在幹嘛 很深刻等很久了 你知道我在幹嘛嗎 Lia Cynthia不只是女性 Lia Cynthia Lia Cynthia 我在看Sarah 跟Leo的新影片啦 而且我剛剛發現一個 酷的功能 現在這樣 把畫面這樣稍微放大 它就直接變成全民了 這樣打遊戲會看起來很爽 四樓有一個採空還蠻好的空間 對 然後這邊擺全部都是桌遊 它桌遊也太多了 對啊 什麼三國山 也是梅林 這邊真的還蠻適合一群人來的 就是可以有四個人在下面打麻將 我覺得有很多公共空間是很棒的 沒錯 而且我晚上真的就是叫得很 在這裡面就真的很舒適 老實說我真的覺得 我們三個人在這邊 應該有點空虛 但如果我可以想像 如果是一群朋友來的話 應該會蠻熱鬧的 一生小吃 它是三洞已經在一起了 我這邊叫做白水泥管 它這邊可以睡14個人 它整個空間就是很漫長 也不會有壓過來 我覺得是我下次會想做 朋友去來包 那這次也要謝謝三眾 贊助我們三眾Galaxy A425G的手機 擁有5000mAh大電量 就算出門旅遊時 狂拍照或耍廢追劇 都不怕手機沒電 而且還能拍出好看的照片喔 如果大家想要訂購 我們這次住的十分小吃 或是自然原來品數的話 可以到我們spice.com 或是spice.com 直接訂購喔 我們的app已經更新了 大家還沒下載趕快去下載 然後沒更新 然後繼續更新 那最後就是寫 那你這次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買一個洗方 然後幫你分享 給你想要吃的廢的朋友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你還看過你朋友旅行的時候 但你很清潔的 好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莫蘭迪是一種顏色喔 莫蘭迪是一個畫家 是一個油畫畫家 OK 然後他的畫通常都是這個顏色 低飽和度的 米色啦 然後綠色 姐姐是不是幫我剪掉 我不想承認你不懂這件事情